OK,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再来看一下 你们简报 你们的讲义里面 先下载这两个 OK,这一个第一个第二个 刚刚已经有同意下载 再来的话呢 把它解压缩 那我这边有写了 可能你可以解到C 或解到D都可以 OK,因为有些电脑没有 没有低点 你就解到C OK,如果有的话 像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 所以你不要放C 放C下一次来又不见 那不见你又要重来 所以下个礼拜来 又要再来一次 OK,不过我建议 这一定要多练习几遍 熟了之后大概就OK了 第二步的话呢 就把它解压缩 所以你会把你解出来 就两个目录 按右键解压缩 自此 OK,不要解到那个目录 要多一层目录 然后呢 会有两个目录 这两个目录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开启 其中一个目录 哪一个目录呢 就是那个上方这一个 Eclipse的Python这一个 那把它开起来之后 做什么呢 执行它 执行怎么执行 不用安装哦 直接开启它 它有一个 有点像紫色的一个 小图式的一个执行档 打开它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呢 就会看到一个 那个Eclipse的画面 那我们需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跟它讲说 我们的Python放哪里 那我们不是要解出来的Python 3732对不对 意思说 那个就是我Python的相关 韩式库的位置 那你要告诉他 我的韩式库在那里啦 所以以后你要编辑的时候 你就去那边找就OK了 OK就两个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 Eclipse 一个是我的韩式库 Python的韩式库 那我才有办法用编辑器去 用它的韩式库去帮我写一些程式 大概一个逻辑是这样啦 那我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直接来 Demo给各位看一下 一切到低叠 二的话我刚按右键 把它解压说致辞就可以 所以关键的地方 记得是解压说致辞 千万不要像之前有同学 解压说到又多一个目录了 这个是错误的 OK 请你上面这个才对 解压说致辞就OK了 解压说致辞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两个目录了 这两个目录 当然如果你回到家 也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你就把它解到低叠 那开的话开这个 Eclipse的Python 里面会有个EXE 就这一个 点两下 它就直接开起来了 那这个版本的话是2018的 不过好像还有更新的 2019 所以如果未来呢 你们要下载最新的 可以去Google一下 Eclipse 那这一套编辑器 非常的好用 目前它也是 所谓的自由软体 不用费用的 那这个应该要感谢IBM 因为它IBM 本来是IBM子公司的产品 然后来它无偿的 把它捐出来 让大家使用 那这个Eclipse 除了可以写Python之外 可以写任何语言 像CC++ 或写Java 或者是写其他的手机程式 写PHP JHP 其实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呢 我第一个把它打开 不过开好像 开太久了 那开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做设定 跟它讲说 我们的Python 函事库放哪里 OK 所以 这台的话 开起来 有啦 已经开起来了 只是说因为 画面没有跟 那它问你 开起来之后 它会问你第一个问题 说 你的Workspace 什么叫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写的程式 要放哪里 那我要放在低碟底下 低碟的预设目录 叫Python的Workspace 我用这个预设好了 直接按Lunch 那将来我们写的 我们的程式 都放在这个目录 低碟底下的这个目录 可以Lunch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开启Eclipse的编辑器 第二件事情 就告诉他说 在我的那个 根目录底下 有一个叫Python3732的 一个韩式库 所以呢 我用这一开这个 然后跟他讲 韩式库 怎么设定呢 特别注意 在Windows 所以这个Welcom 先关掉 这个不用 然后呢 记得在Windows上方 有一个叫Preferments 这个 Preferments里面的话呢 你就找到呢 PyDiv 这个在讲义里面 其实也有 OK PyDiv里面有个 Interpreter Interpreter里面 又有一个 Python的Interpreter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可能比较不好找一下 可能你要 稍微看一下讲义 或者稍微记一下 Windows里面的 Preferments 然后找到 再往下一层 这个 再往下一层 找到之后的话呢 里面目前是空的 那你要告诉他说 我New一下 告诉他说 我的韩式库 是放在New一下 然后呢 这边有个Brows 浏览一下 跟他讲说 我那个 Python是放在 那个低谍底下的 Python的3732 这个目录 给他 然后并且选哪一个呢 记得 选这个 黑黑的这个Python 给他 把他选起来就对了 跟他讲说 我的Python在这里 你将来要执行的话 可以run他 OK Python 然后按开启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什么呢 OK 你如果看到呢 他会出现说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里面很多那个 很多的韩式库 DLL 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的话 表示你选对了 OK 反正就是韩式库啦 那至于什么叫韩式库 你Google一下 应该有答案 OK 按OK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apply and clos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把环境给建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我要怎么写程式 里面的话呢 我们第一步 OK 先把它连结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开启CAPIS 跟他讲Python路径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如果说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参考那个讲义 我记得好像讲义里面 我有类似的那个 最后他会跳出 要不要能够存取网路 这边允许 如果他跳出 允不允许 你就允许 在那个讲义里面的 第20 刚刚的画面 其实就是在讲义的第23 24 24也是执行 25的话是 那个Preferences的那个画面 你就照着做 26 OK 照着这样的方式做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就要来开始 新增一个专案